第七回 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 秦国只是西部边陲的穷国 被东方六国看不起 为什么最终能统一天下 上演屌丝翻身的好戏呢 给秦国力量的就是一场改革 那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 要彻底理解商鞅变法 必须看看变法前后的区别 一切得从战国初期说起 公元前408年 勤俭工期年 秦国实行出租盒 老百姓过去扶劳役交地租 如今改成上交粮食 此后的30年里 秦国的农业以续务业蓬勃发展 国内商业贸易首先繁盛起来 龙溪与属地的远程贸易也打通了 公元前378年 秦县工7年 秦国首次设立市场 制定市场制度 委派管理管理 秦国商人众就此崛起 出现了国际间贸易的大商人 依靠秦国的地理位置 黄西与戎敌游牧部落做生意 广东与赵国卫国韩国做生意 战国是大争之事 不允许秦国安居西部 慢慢发展 东方的卫国依靠李亏变法 从战国诸侯中率先崛起 成为第一强国 秦国与卫国临近 膨胀的高富帅遇上矮挫穷 爆发一连串战争 从元前361年秦孝空继位 秦国已经被战争弄得国破民穷 为了振兴秦国 在战国中生存下去 他向天下发布求贤令 招纳人才 改革政治 中国传奇变法家商鞅 此时登上历史舞台 商鞅本名龚孙鞅 出生于卫国 从小喜欢研究行名之学 后来去卫国求学 得到李亏与吴起的真传 商鞅来到秦国 用自己的改革风略 打动了秦孝公 立马开始 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 商鞅变法 主要可以理解为四大部分 四大部分又可以概括为 两个打击 两个奖励 第一个打击是贵族群体 这群人中仗着自己 与皇室斩亲戴故 成年占据大片土地 国家难以征收赋税 当然是打击没商量 商鞅立法 没收贵族土地 废除他们的领土 世袭权利 得到的国土 设立俊宪 为派官吏 直接管理 第二个打击是商人群体 他们平时囤积居齐 扰乱物价 滥发高利贷 鱼肉农民 最关键吸引大量劳动力 侵害农业生产 也是打击没商量 商鞅打击商人的 一商之策有四个方面 一针对人 立法禁止人民 弃农从商 限制工商业者的人数 加重税收于劳益 强迫商人放弃职业 第二针对市场 惩罚性的 加重市场的税收 逼迫商人 无力可毒 最终放弃职业 第三针对资源 经过所有的山川水泽 收归国有 私人不得开采 金属 盐等资源 逼迫工商业者 没有原料 而放弃职业 第四针对粮食安全 规定 私人买卖粮食 要征收高额商税 逼迫商人 把粮食 全部出让给国家管控 通过两个打击 商鞅 集中了秦国政府的权力 其次 获到了农业人口的数量 废掉贵族 获得了大量土地 这么多的土地 用来干啥 当然是奖励国民 给国家卖命 首先奖励士兵 士兵在战争中 杀敌多 斩首多 就按照军工赏赐 土地粮田 其次奖励农民 农民种地多 开肯多 上交国家的粮食多 就免除劳力与赴税 张扬看清了 战国时代的本质 想要打赢战争 持有两大关键 士兵与粮食 兵法至谋什么的 偶尔管用 靠国家硬实力 才是永远管用 因此 秦国只能靠农战立国 张扬变法 获得了巨大成功 农业劳动力显著增长了 农业的产量 大大的增加了 秦孝公欣喜地发现 国库固存到增僧 都用不完 士兵打起仗来 像疯狗一样 秦国征服六国 已经打下基础 公元前338年 秦孝公驾崩 在商鞅当政时 备受打击的旧贵族们 联合起来攻击商鞅 最终商鞅被五马分尸 车裂处死 中国最著名的 变法家商鞅 惨死在自己一手 栽培起来的国家 但它发扬光大了 众农艺商思想 在中华大地上却远远流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